有句流行很广地描述两宋状况的名言,北宋缺将,南宋缺相,从军事上看,北宋前期不能胜辽国,中期不能平西夏,后期不能挡女真,看似是没有什么厉害的武将,然而这是一种看表象以极为结果论的言论,洞见历史人物,平西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事实上北宋一招并不乏梁将,其中就有一位智勇双拳,爱兵如子的猛将,出身对战西夏的西军,曾经差点攻灭胶脂,晚年被宋廷弃至一边,错过了五路伐下的战役,此次战役也因为没有他坐镇而功败垂成。 这是怎样的人生呢? 杨叶出生于北宋人宗天圣元年,1023年,祖籍河南洛阳,是杨家军的后裔,他自幼聪明好学,邪爱武艺,有着不屈不挠的性格。 他18岁时参加了军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武进士,他先后在河南、陕西等地任职,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 他曾经参与了对西夏、辽国、焦旨等国家的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他最重要的战绩是在原封五年,1082年,率领宋军攻打焦旨,在清化江大败焦旨军队。 俘虏了焦旨国王李乾德和其子李日尊,并收复了广南西路,经越南北部等地。 这场战役被称为清化江之战,是北宋对外战争中最大的胜利之一。 杨叶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也是一位人厚的长者。 他对氏族十分关爱,不惜用自己的俸禄来补给军须,并亲自为伤兵包扎伤口。 他还经常教导氏族读书识字,提高文化素养。 他对百姓也十分慈善,每到一地都会政绩贫困,劝勉农丧。 他还喜欢写诗作文,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杨叶虽然功勋卓著,但却没有得到宋庭的重用和尊重。 他在大破交纸后,被宋神宗任命为疏密副使,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权, 而是被闲置在京城。 他曾经多次请求出征西夏,但都被宋神宗拒绝了。 宋神宗认为杨叶是一个粗鲁无礼的武夫,不懂得文治武功的平衡, 也不符合王安石变法的理念。 宋神宗更倾向于用文臣来主持军事,而不是用武将。 杨叶因此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慨。 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我本将军出将门,十年征战魏解安, 功高镇主朝朝拜,赏黄金百万贯。 今日养病在京城,无人问津到如今, 只因文臣说长短,武臣遭到冷眼看, 我欲出征西夏去,谁知圣主不准行, 说我粗鲁不通便,不如文臣能治兵。 我虽粗鲁有胆气,岂能坐视国家威。 西夏虎视吞中原,边关告急平平至, 文臣只会指上谈,不知兵者是战场。 我愿披甲之长刀,与敌血战道天亮, 获生获死任天命,只求一战报国恩, 若能平定西夏乱,功过向敌也无妨。 这首诗表达了杨叶对于宋神宗和文臣的不满和愤怒。 郭奎是北宋最杰出的武将之一, 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用。 他在平定交职后被贬为贤职, 错过了宋神宗发动的五路伐下的战役。 如果郭奎能够参与这场战役, 或许他能够改变战局, 则得对西夏的决定性胜利。 这样一来,宋朝的国力和威望都会大大提升, 也许能够避免后来惊人入侵的灾难。 在神宗时期,郭奎的军事生涯达到了顶峰, 他先后参与了平定范仲淹领导的 庆立新政的反对派的叛乱, 以及镇压了西北边境的党项叛乱。 他最为人所称到的功绩是在1077年至1079年期间。 率领十余万大军南征交旨, 交旨是南方的一个小国, 原本是唐朝的蜀国, 但是在五代时期就已经独立, 交旨国力日益强大, 不仅在南方侵略战成等国, 在北方也多次与宋朝发生边境摩擦。 1076年, 交旨军大举入侵宋朝广西地区, 攻陷雍州, 经广西南宁, 屠杀了五万多宋朝军民。 神宗闻讯大怒, 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惩罚性战争, 消灭交旨。 神宗任命郭奎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 经略招逃使, 兼经湖南北路, 广南东西路宣服使, 账谢为副统帅。 调动了大批西军和北方军队南下, 组成了不到十万人的南征军, 郭奎率军南下, 在雍州招募了一批诸动部族兵作为辅助。 当月, 宋军在交旨境内的绝里爱同交旨军主力相遇, 交旨派出了战相, 郭奎下令强攻应武射击战相, 并用刀砍相笔, 使得向群受惊吓后, 自相践踏, 宋军趁势大破交旨军, 月底, 宋军抵达富良江北岸, 此地距离交旨都城生龙, 经越南河内, 只有数十里了。 可是水军舰船尚未到达, 而交旨战船云即将南岸, 郭奎只能率军等待了四十余日。 郭奎派王晋率五百人偷渡南岸修复桥牵引大军南渡, 可是王晋渡河后见交旨大营空无一人, 直接破坏大营, 准备返回的途中被交旨扶兵围攻, 全军覆没。 燕达建议假装我军人困马乏, 向北撤退, 引诱交旨军登上北岸作战, 于是郭奎率军后撤, 按捺不住的交旨主力果然登陆北岸追击, 而交旨人也比较鸡贼, 派出一支船队假装宋军水失道了, 欺骗宋军前来接应, 结果马上对宋军发动突然袭击, 郭奎率军奋战击交旨军后, 继续假装撤退, 将交旨军引诱到自己设立的包围圈内。 郭奎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和高尚品德的武将, 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豪爽刚毅, 郭奎性格豪爽, 不喜欢拐弯抹角, 说话做事都直来直去, 他也很刚毅, 不畏艰难险阻, 敢于面对挑战和困境。 康定二年, 1041, 朝廷接受韩旗的主张, 进攻西夏, 出兵领武, 对此, 郭奎提出了反对意见, 地远而食不济, 承大而兵不多, 未见其力, 结果, 领兵将领人服在好水川中服全军覆没, 举朝震惊, 却印证了郭奎的见识, 因为这件事, 郭奎被时任京东路安抚史的陈志忠看重。 尹为麾下的祝伯将, 有一次聚会, 大家议论起当时的梁将, 都认为当属葛怀米, 但郭奎却不以为然, 直接了当地评价说, 怀敏一约耳, 他日必败朝廷事, 葛怀敏在战争中很容易失败, 他日必坏朝廷大事, 话一出口, 在场众人无不惊讶摇头, 甚至陈志忠都感到不满, 然而过了没几天, 陈志忠就把郭奎叫到身边, 问他说, 你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判断的? 郭奎回答, 喜功侥幸, 徒勇无谋, 可秦也, 浩大喜功, 心存侥幸, 徒勇无谋, 这是违将者的大计, 所以知道葛怀敏必为敌所情, 陈志忠点头称赞说, 君臻之兵, 原来就在几天前, 被众人所推崇的葛怀敏兵败身亡, 这让人又一次见证了郭奎的远见着实, 在陈志忠的推荐下, 郭奎升任真定兵马兼压, 上任不久, 他就因平定宝州叛乱, 而升职为阁门之后, 还庆兵马督奸, 从而迈入高级将领行列, 事实证明, 他是名副其实的, 严州观察使庞吉镇守河东时, 任命郭奎掌管新州, 契丹派使者要求归还天池庙这个地方的土地, 如果处理不好, 可能引发战端, 庞吉不能答复, 把这件事托付给了郭奎, 郭奎马上查找档案资料, 结果在太平新国年间的档案中找到证据, 证明天池庙地为宋地, 由此撰写习文详细予以答复, 契丹人看了为之溃服, 没有再提出异议, 名将种恶镇守边疆时, 枪族首领为名山来降, 献上了隋州城, 宋军接收后, 遭到了西夏军的报复, 宋将阳定因此被杀, 朝廷上辩论此事, 担心边疆争端因此而起, 仁宗遂下旨烧毁并放弃隋州, 种恶将圣旨传达给郭奎, 命起执行, 郭奎说, 敌人杀了我们的将官, 却又放弃隋州部首, 这是向敌人示弱, 况且为名山举足来降, 现一万三千多部署镇守此地, 这么多人该怎么安置, 种恶没有回答, 郭奎就将圣旨偷偷收了起来, 没有对外传达, 不久, 西夏人提出要用塞门寨和安远寨来交换隋州, 朝廷本已打算放弃隋州, 于是很快批复同意, 郭奎一听, 着急地对种恶说, 这是情对楚怀王患伤于六百里的诡计, 如果非要交换, 必须让西夏先交出二债, 否则不可将隋州交给他们,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 郭奎派出部署赵茅, 薛昌朝与下使详细讨论债基的四支问题, 赵茅提出, 二债之北就有三世右宝, 且以长城领为界, 并且拿出了西夏西平王在降服年间的书信为证, 下使惊讶得无法回答, 回去复命后, 西夏再也不来提交换隋州之事, 西夏人的阴谋被挫败后, 仁宗忽然想起当初曾下旨坟契隋州城, 为什么西夏人还要来交换呢? 满朝上下没人知道怎么回事, 郭奎看瞒不住了, 这才尚书自我弹劾违抗圣诏的罪过, 仁宗知道经过后, 不仅没有怪罪, 反而亲手写诏书包奖说, 冤谋秘略, 西中事迹, 有成如此, 朕无西故之忧疑, 好学兵法, 郭奎自幼就喜欢研究兵法和战略, 他曾经说过, 兵者国之大事也, 不可不知, 他对兵法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运用, 能够根据敌情和地形制定出合理的作战计划, 并灵活调整, 爱兵如此, 郭奎非常爱惜士族, 不轻易牺牲他们的性命, 他曾经说过, 士族者国之宝也, 不可轻用, 他在作战中总是亲自冲锋陷阵, 与士族同甘共苦, 他在南征交纸时, 更是为了保全十余万人的性命, 而不惜违抗朝廷的命令, 这让他赢得了士族的敬爱和拥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